张亮颖未婚夫冯科有小三的传闻越演越烈 网友持续拔皮贴出去年七夕冯科准备从长商飞往大理的机票订单 而传闻中的小三无私相微博显示他鄙视就在大理 此前有传闻张亮颖并没有存款和银行卡 只有一张信用卡曾在机场买咖啡却掏不出现金 而如今有网友贴出了张亮颖在机场买咖啡的图 张亮颖走了一路都掏不出一杯咖啡的钱 曾借记张亮颖的粉丝还回忆 张亮颖也曾告诉他们自己的钱包里没有钱只有一张卡 张亮颖经常请我们吃东西 但每次他都会对粉丝说 不能让他知道不然要骂我